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出乎你的脚印 在今天的节目中 他们能否延续这样的好成绩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游戏规则 小花武侠自信分成三组 要在一百秒内斗笑网龙公司员工 斗笑成功 员工将受到惩罚 斗笑失败 一人将受到惩罚 同时员工将获得网龙公司提供的购物卡或康乐福利卡 父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否带着 警察 假讯 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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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不像 你俩都没笑 你还来这套 你脚装收起来 别管 我来给张老师 来给你 来来来 这是我的好朋友阿信 这是我的好朋友阿袋 你啥时候整个阿袋 怎么 你能有阿信 我就不能有阿袋 阿信是我的好朋友 嗯 阿袋是我的好朋友 阿信已经陪我陪了三年了 阿袋已经陪我六年了 几年了 六年 她从我高中的时候 就一直陪伴在我的 来 你高中毕业十七年了已经 十七年了已经 行行行 阿信曾经救过我的命 阿袋也救过我的命 她怎么救的你的命 小时候我逃课 我说我妈骚我打击眼了 我要伤掉她蛇了 阿信是蛇 我还没讲话 后面还有这么可乐 我们下次再给你们讲 谢谢 哎你一会儿要演完了吗你 好笑吗 好笑吗 你真的好笑吗 来人好笑还是什么叫笑呀 我要这么亲爱的 在之前的猛龙网络公司挑战中 高小潘单枪匹马 用过苦肉计 你为什么爱飞着我爱别人 还有这样的美男计 我虽然有十辆奔驰 还有两套海警套 还有三辆跑车 但是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总算是江南夺夺人工们的笑容 今天他自己满满上场 能否像之前那样顺利呢 这回到我了 其实特别简单 重新跟我一起温故一下 新白娘子传奇 还记得那个开场音乐吗 呼 哈 呼 哈 就这样 许仙跟白娘子认识了 他俩并走到了一起 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人 这人就是发海 大家还记住这个那个镜头 发海是这样 拿一个网 把白娘子扣在了雷锋塔的下面 这个时候出现了雷锋塔的白娘子 那种音乐 那种音乐 青城山下 白素贞 修炼真生 为此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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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啊 为什么是我 我 为什么把我押在雷锋塔下 这时候 我观音大事出现 我观音大事出现 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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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只因为你 跟许仙 有一段念缘 未完成 为什么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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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缘分 这就是缘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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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被打了 还得啊 加互动 我告诉我看 哎 咱俩就冲那胖子下手 对 我觉得我觉得那哥们性格特别开心 应该是能配合一样 应该挺好玩的 好 小超和陈希这对难兄难弟在之前的自残中特别吹进去 本周开始他们抛弃了自残的表演形式 没想到效果显著 杀掉那只野猪 杀掉那只野猪 啊 还有吗 在之前的两次挑战中 他们咸鱼翻身并成功获得男生们的效果 今天他们还会有这样的完美表现吗 鼓掌 哎 哎 回来了 下面我们有我们三个人 给你们表演一个节目 一二 那在哪呢 好 就选一个你吧 快 你怎么做这儿了 你真是 真是 怎么做这儿了 三个人呢 我们三个人要开始开始出去 我们刚才怎么排练的 你别忘了 快看看 对 我这骑摸鱼 哎 哎 我骑你一声 哗哩哗哗哗哗哗 我帮你摆帅子了 你忘了你骑的什么了 你骑鱼快 你骑的驴 好 预备 走 打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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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我们要喝销 怎么办换汽车好 要汽车我来看 我来做 你怎么办 我 你会交通是你这种排练的快快快 你干嘛呢快上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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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这交通工具也去又换了地铁 看看改成地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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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地铁你是坐地铁的吗 你是开地铁的才不是开地铁的你是 有谁 快快快快快快 现在我们改穿了 卡 atom 卡 atom 你踩啊你踩啊 滑 就在 现在完成春翻了 春翻了 你该怎么办 说不是喝枪水啊 就枪水啊你啊 枪水啊 那打他 那打他 可怜说你配合太不好了 咱怎么排练你们都不知道 你真是你一家 真的 你负责把他逗漏了 不不行 你气死我了 真的我在看过了 那个 哎呀我都说了 真的 没失责 没失责 我当时乐的我也不行了 你哥们都反应不过来 你还老逼的 你老逼的 在今天的节目中 小花们的表现不尽人一 仅金飞和家里一组挑战成功 另外两组就以失败搞中 在下期节目中 小花武侠将继续在网龙网络公司 养欢乐进行下去 他们能否满血复活 恢复在前两期的盛况呢 敬请收看明天的办公室小花